魏英前世已嫁了一次,一样的事情再来一遍,心情却在没有了那时的开心和激动了,只有以往少有的平静和冷淡了。 魏英望着对面的男子,忽然脑子里闪过很多前世的凌乱画面。 魏英,你为了能嫁给本王,当真是不择手段。 魏英,该给你的名分,本王已给你了,别想和我谈感情,你不配。 魏英,有些东西本就不属于你,所以不要肖想不该有的东西。 魏英,你不配让本王高看你一眼,轰得一声声响,让魏英的思绪回来了。 魏英双眼紧紧盯着对面红衣男子,心里有个响声出来,魏英,再嫁一次又会怎样? 他不爱你,一定依然会和前世那样的对你,那,你还愿嫁给他。 不,不愿意。 嫁与不嫁的问题,自己花了三日思考,却迟迟未有答案。 然而,当下定决心不嫁了,却只花了自己一瞬间的时间。 有了这样的想法,魏英不顾一切那尖嘴里还在叨叨念的话,自己就抬手就掀起了头顶的红盖头。 在场所有人目光都看来,都疑惑他未入洞房,自先盖头,而不约而同露出了诧异。 包括蓝湛在场,他虽脸色冷凝,眼底却挂着一抹明显的鄙夷之色。 魏英想,此时,他心里一定认为是自己急着嫁他为妻,连圣旨都没听完,就急着自先盖头了。 魏英冷笑了一下,不再理会蓝湛的情绪。 下一瞬,清冷淡漠的声从魏英嘴里响起来,蓝湛,我不嫁了。 门前,被东宫迎亲的队伍以及一群为着这场婚礼而来到贺德宾客门挤得水泄不通。 此刻,因着魏英的红盖头落地,一个个莫名地瞪大眼睛,没有人敢窃窃私语。 就连内奸都噎了话语,来回愣愣地看着他们两个人。 只因,他们皆看到到那蓝湛脸上的表情变化。 蓝湛耳力极好,明明听到了那句话,却好似又没有听清楚,他眉宇间轻轻一条。 你刚才说什么? 他这反应,魏英早已知晓。 在蓝湛心里,自己为了嫁给他本就不择手段,又怎么会说出不嫁了这样的话来? 估计,他一定觉着自己听错了。 我说,我不想嫁你了。 魏英一脸冷漠,再说了一次,蓝湛,我不想嫁给你了。 估计是当着这么多人被拒婚,怕失了皇家脸面的缘故,蓝湛冷声质问, 魏英,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魏英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冷静和清醒过了。 魏英回道,蓝湛,我很清楚自己说什么。 蓝湛脸上有了明显的变化,露出了难以言喻的表情。 蓝湛大步走到魏英面前,拽着魏英的胳膊,跟我来。 他手劲很大,魏英他无法反抗。 既然下定决心不嫁了,就不能再对他动情,哪怕已动情了,还是必须要及时止损,不要再和他有任何的联系了。 在此之前,他们需要一次坦诚地说清楚。 他要告诉蓝湛,自己是真的不想嫁他了。 蓝湛拖着魏英到耳房内,蓝湛才猛地甩开手, 魏英,你方才的话再说一遍。 不过说之前,本王好心提醒你一下,想清楚了再说。 对上他眼底明显威胁,魏英冷笑了一下,蓝湛,你爱不爱我? 蓝湛清冷地回道,本王之前就和你说过了,你想当太子妃可以,本王能给你,但别的就不要妄想了。 妄想,魏英在心里冷笑,明明早就知道他的答案,且前世就已听了无数次了,为什么再次听到,心口还是会不由地疼。 魏英抬起目光,看着面前那张熟悉的脸说,既然你不爱我,又为什么要娶我? 前世,自己没有问他这个问题,又或者说,是自己一直在自欺欺人,不敢问,同时害怕面对真相。 然而这一世,自己决定弄清楚原因,既然不爱自己,又为何答应要娶? 先前明明是你死皮赖脸,怎么现在还有脸问本王这个问题? 蓝湛冷冷道,再说了,你觉得本王反对就有用了? 蓝湛冷冷地看着魏英,他虽是太子,然却是一个不受宠的皇子,当今皇上不待见他。 若非国家太子要以长幼为序的,恐怕他这个太子早被人换掉了。 魏英明白了,想来,蓝湛他早就在皇上面前反对过了。 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自己,得知自己要被赐婚,又怎么不会去反对? 魏英,你以为本王不反对,就代表本王真心想娶你了。 蓝湛面无表情的俊脸上闪着寒冰,魏英,若非看在你们魏家,你以为本王不敢回绝了这门婚事。 魏英此时此刻才清清楚楚地明白了,蓝湛之所以娶自己,只不过是看在自己是魏家之子,之所以没有回绝婚事,只是想让朝臣民心安心而已。 蓝湛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太子之位不够稳,所以要提早做些准备。 而他们魏家正好就是他的垫脚石。 既然不想娶我,那我不嫁便是了。 魏英阴郁地看了下蓝湛,趁现在喜叫还未进东宫,后悔还是来得及的。 魏英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轻描淡写的语气让蓝湛心底激起了一股怒气。 魏英,开玩笑要有个限度,喜叫都进门了你才说,不是已太迟了。 魏英望着对面的蓝湛,他不喜欢自己,当然是不会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所以,自己不想说清楚原因了,他对自己本没有好感和信任,说再多,那只会显得苍白无力。 婚礼未成,不算太迟,你带人回去,这亲我不结了。 说完,魏英转身就准备往外走去。 蓝湛万万没想到,今日喜叫都抬到将军府门口了,魏英忽然说不想嫁给自己了。 蓝湛,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魏英转身离开的背影,他的心里莫名泛起一阵的苦涩。 蓝湛大步走来,迅速拦了魏英的去路,魏英,你以为本王就想结这婚的? 你以为这婚是你说不结就能不结的? 你拿本王当成了什么人了? 魏英正正地看着蓝湛问道,太子那你自己。 蓝湛明白了,他看到魏英脸上的书里,知道不是装出来的后,心里又忽然莫名酸涩起来了。 迟迟等不到他的回答,魏英淡淡回道,太子你憎恶我,我懂的。 既然现在我们两人都无真心结这门婚事,趁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就取消了又有什么不行的? 蓝湛眯了眯眼,看着眼前的魏英好像不是他所认识的那个魏英似的,眼里起了一抹阴痕。 明明之前听到完婚圣旨时,他还高兴地跑进宫里找他庆贺, 说什么等了这么久了,终于要嫁给他之类的话,那现在是什么情况? 什么叫两人都不想结这门婚事? 自己承认是无真心成婚,那他就不是真心。 你觉得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蓝湛冷笑了一下,眼底起一抹冷力,你想抗旨。 你是觉得自己可以承担抗旨所带来的后果? 还是觉得,现在的将军服可以承担抗旨所带来的后果? 对魏英或者将军服,自然都是无法承担抗旨所带来的后果。 然而,魏英他只要想到前世自己的遭遇,以及最后将军服落得的下场,那么好像比起抗旨所带来的后果一好不了多少。 能不能承受后果,就不劳您操心,我自会去向皇上请罪。 魏英绕过他后,跨出了屋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